各位网友,各位网友,还是在这个我野餐的这个田园这里啊 这里的话呢,因为我看到这个菜地的这个田的这个 有个田地里边有个老婆婆 有个老婆婆 估计她是这里这块田地的主人啊 所以的话呢,我就过去跟她打声招呼 她在栽菜 你好 你好,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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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婆婆,听到吗 你好 你好 嘿呀,了像听不到什么 你好啊,婆婆 听到吗 婆婆 嘿,婆婆 嘿,嘿,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在听到吗 我在那边,我在那边搞食物,在那边做东西吃 是啊 哦,我刚才吃 在那个,在那个,石坝上面,在石坝上面弄东西吃 是啊 你听不到啊,听不到啊,听不到啊,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多,看不到是吧 我刚才,我刚才,我刚才,我刚才借了你的水 用了一下 哈哈 对对,来,谢谢你 来,谢谢你 哇,好香啊,你的这个香菜很香哦 这个圆西很香 很香很香 在哪里种的这个啊 这个圆西在哪里啊 你要去卖是吧 要拿去卖,要拿去卖是吧 要拿去卖是吧 要拿去卖 好,你是客家,讲客家话的哦 等了,到啊 我是香港人 哈哈 等不到啊,没关系没关系 好好好,谢谢 你住在那边是吧 好的好的 好,谢谢,拜拜 好,拜拜,拜拜 呃,可以给云 他既然听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我看一下,哇,这个蝴蝶 蝴蝶,蝴蝶 蝴蝶,蝴蝶 好多蝴蝶,这里好多蝴蝶 呃,阿婆一个人在这里 种菜 真的,看她的样子 应该也有八十来岁人的了 真是 人生就是这样哦 就是为了转口饭吃 很多人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转口饭吃就不容易 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我一早就赚到钱了 但是呢,后来也是 这个投资不大 所以的话呢 钱呢,也 不是说积累的很多 但是,起码来说 我短时间内 短时间内 也不需要为这个生活奔波 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看到很多人 呃,都是牢牢异异 其实,我也想起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立四十岁以后就不赚钱了 那么,看到我曾经也是尝试过这样做 那么,现在也基本上是在这种状态 但是呢,来到台湾这边 我基本上,也不是说自己不想去赚钱 而是说,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所以的话呢,只能够在这里的话 过一天 得一天 坐一天,合上 打一天钟 敲一天钟 呃 然后呢 最主要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既来自职安子 我只能够在台湾这边 呃 帮自己去定立一个新的计划 新的使命咯 是吧 就只能够在这边的话呢 了解多点台湾 接触多点台湾的事物 呃 对台湾 来一个全面一点的报导 让更多的香港的朋友啊 还有台湾的朋友 他们也 你们也能够 就是对台湾有一些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的事物啊 能够让你们了解更多 这里有荷兰豆 哇,好漂亮 长得很漂亮的荷兰豆 长得好漂亮 哇 呃 呃 我呢 摘 摘几个来跟阿婆说 叫她 请我吃 嘿嘿 未问先摘 呃,现在是未问先摘 估计她也不会反对 不多,就摘个 三几个就好了 试试这里的味道 这里的荷兰豆的味道 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 啊,就摘个 四个 还有一个掉下来 给大家看看 哇 哇,好啊 非常的翠绿 我去跟阿婆说 就说我 啊 不 没有交代这下 就摘下来了 希望她能够原谅你 理解 原谅 阿婆啊 阿婆阿婆 嘿嘿,我摘了五个 给我好吗 给我可以吗 哈哈 给我可以吗 可以 我自己摘了 我到那里去煮来吃 我去那里去煮来吃 我去那里去煮来吃 嘿嘿嘿 是你的 呃 给我可以吗 谢谢 谢谢 我这里呢 你这里有水可以洗啊 多好啊 那这里有洗 我刚才洗菜也是在这里洗的 刚才 刚才洗菜也是在这里洗的 阿婆我摘他的东西 他很高兴 嘿嘿嘿 没人来这里摘过他的东西 可能 所以他也非常的乐意给我摘 你看看看 啊 这很 啊 好漂亮 这荷兰豆长得很漂亮哦 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啊 啊 在这里洗 阿婆呢 是讲那个客家话的 我也并不懂 对 这个 鸡跟鸭讲的 真的是 嘿嘿 洗好了 对 我自己煮饭吃 我自己做饭吃 在那边 你要吃吗 你要吃吗 拿点东西给你吃 待会 我待会拿点东西给你吃 哎呀 这里真的是太好了 阿婆我摘他的东西 他也没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总之见他也很开心 那证明他也是愿意的 啊 就这样呢 那么我就把他的 刚才摘的这个 荷兰豆 拿到我的锅里面去煮 煮给大家看 哎呀 终于返回到这里了 哇大家看看 我这是我的第二餐了 啊 有虾 有青鱼 啊 啊 那个 嗯 玉米还没吃的 然后 加了一些新的 点豆啊 豌豆啊 这样 这个荷兰豆 就放下去 连夜在一起了 夜都没有给他搞出来 没熟 因为要拿这个手机 啊 大家看看啊 就 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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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早起来 嗯 待会呢 煮点 东西给阿婆吃 希望他能够笑纳 不会拒绝我 啊 这个火呢 其实 这种 火 是 不是很大 但是也足够了 我们 也不是说 很难煮的东西 火太猛的话呢 可能会 煎出来东西 就很快就会焦掉了 现在这个火正好 好漂亮好漂亮 大家 是不是看到 哇 红丝黄丝绿 嗯 红丝黄丝绿 青丝 哎哟 这一锅 你说在 这个饭店里面 要多少钱 才吃得到了 哈哈 大杂烩 海鲜 大杂烩 海鲜 这个 蔬菜 大杂烩 给我 如果要做的话呢 这样做一锅 来卖 起码要开它八 啊 那个那个多少 港帝八十 最少最少要港帝不止了 这个关鱼就不止了 所以要 可能要 在香港吃的话呢 估计要 像这么样的一锅的话呢 起码要卖到 港帝是要 最少最少要卖到一百八十块 这个是最便宜的啦 最少的啦 分分钟要两百八 两百八才可能吃得到 嘿嘿 这样一锅 嗯 所以的话呢 台帝是要 估计要接近一千块钱 七八百一千块钱 台帝才吃到这样的一锅东西 如果在香港的话 啊 那好的 我就 准备点食物送给阿婆吃 看她吃不吃 我估计她也不会吃的啦 那么 只能够 那个 一丝一丝啦 那好的 这条片子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